昨天下午苗栗发现了一起追撞事故 油罐车在几乎没有刹车的情况之下 撞上了前方的浴瓣混泥土车 油罐车驾驶卡在车内 双腿重创 送一急救 初步判定驾驶没有酒驾 详细事故原因还要等警方调查当中 有趣的车头让大家看得是触目惊心 这辆油罐车车头全毁 驾驶卡在里面将近40分钟 双腿重创 救护人员动用重车拖拉 好不容易将驾驶拉出来送一急救 油罐车13号下午行进台七十二线 最撞前方的浴瓣混泥土车 被撞的驾驶也不清楚肇事原因 一个红灯它从后面撞上来 刚好红灯 没有红灯它可能打后出来什么 从后面撞上来没有刹车 你要转弯吗 警方初步判定 肇事驾驶没有酒驾 详细情情还要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联合报胡彭生苗栗报导